三分局融化索云日前上午時事序接過報案 趁旅本霞某銀行一次有男子遭到詐騙 經派員前後查處發現是一起典型的愛情投資詐騙 聊性男子在臉書社群上認識網友連性女子 二人經過數日聊天後深感投緣 隨後開始以老公老婆相稱 女女見時機成熟 並謊騙聊男投資中國人生 最後成功忍用男子購買價值 新台幣336萬元的長白三人生 所幸在提領大筆金錢時遭到行員發覺有益 因而通報警方到場關懷 在警方耐心解釋後 遙男才及時跳脫詐騙圈套打消投資的念頭 成功組織詐騙 警方呼籲詐騙手法日性月異 民眾務必提高警覺 如有接獲疑詐騙訊息 皆可撥打1108萬專線 或165反詐騙質詢專線進行查證 以防止受騙